你好,政治揭露,大家好 這段影片播出是5月31日的,大家好 昨天民主派初選案 即是現在維基條目叫做47人案 香港47人案 終於有一個終極的裁決 判了45個人有罪,有兩個走掉了 一個叫做劉偉聰 另一個叫做李宇順 當然很多人問,是不是法庭有些黃法官放生兩個陷害呢 這個待會可以討論一下 但是除了這45個人被判有罪之外 其實我們都要關注的 就是有另外的八個人 是不獲檢控的 那最後是不是 那八個人仍然是不被檢控呢 那一會兒真的可以討論一下 好,那我們先進正題以後 都請大家訂閱,何志剛有仇必記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還有按鈴鐺 請你們每一天的十二點鐘或晚上的時候 看看有什麼影片出 我們入正題以後都要說一說 這個鄧麗欣那套電視劇 就在大陸去騰訊視頻播放 帶來真的在大陸裡面真的很虛陷 好多人都投訴 鄧麗欣當然寫了一篇文 那我昨天就說要送他一程 因為呢 我說他五年,即是怎麼說 2020年的表態呢 他擺明就是要警察死 他也說明是殺警 不過那個殺字 不是用殺死的殺 是殺科的殺 警就還警的警 但其實意思就是要殺死警察 那當然啦 他是一個支持恐怖活動的一個女藝人 既然他支持恐怖活動的話 我覺得大陸也不太適合他回大陸的了 那我就以為呢 大陸政府會對他這麼溫柔啊 還想統戰他啊 那我會說 有些case好像李佳心那些 大陸政府就簡直很嚴厲啦 李佳心出席TVB台慶大陸也有播 但是大陸呢 就會在TVB那條片裡 是把李佳心的樣子打架 擺明就不原諒他了 但是原來的故事是什麼呢 就是說 原來這套片呢 是2018年拍的 拍了之後呢 為了鄧麗欣在黑暴的行為呢 所以整套片擺在倉底呢 擺了 其實五至六年啦 可能2018年拍完之後 做完後期後果可能2019年想播的了 但是因為他的惡劣行為 就擺在倉底裡擺了五年 現在按我們的理解呢 騰訊視頻當然是覺得 喂 花了這麼多錢拍了一套劇 鄧麗欣一個八婆 是狗屎垃圾的就算啦 這樣 那可能就求了很久啦 那中宣部下面都是有一些部門呢 批這些電視劇可不可以出街的嘛 無論如何都好啦 擺了五年可能就說 喂 不放出街 這樣很蝕啊 那可能就說 擺了這麼久就放啦 那中宣部 那但是呢 最後的結果呢 現在在大陸裡面呢 因為有大量的人都投訴 鄧麗欣是一個恐怖分子呀 起碼宣揚恐怖主義要殺死警察 在我角度就是宣揚恐怖主義的了 所以呢 大陸的網民呢 就大量投訴呢 騰訊視頻 騰訊視頻呢 就將那套劇呢 關於鄧麗欣的劇照呢 就抽起了 這個末代廚梁呢 他將劇照幾大都放了啦 可能這套劇繼續播 但是我想都是沒什麼人看的啦 就是 我覺得騰訊真的 應該追究鄧麗欣 叫他賠償損失啊 我覺得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我看來呢 鄧麗欣呢 應該就在大陸呢 就會將會 徹底被封殺的 因為 就是網民你看到他 這個是一個 叛國的恐怖分子 既然他是恐怖分子的 他就不適宜進入大陸了 那看來呢 他應該都 都打得柴的了 那不說鄧麗欣了 我們說回正題啦 那關於呢 這個47人案 這件事呢 那最初呢 拘捕名單就53人 後來就補了兩個 好像是黃之鋒加 加阿譚得志 那總共呢 就拘捕了55個人 那我就不知道什麼原因 就這55個人裏面呢 有8個人呢 是不用被起訴的 就是說呢 過去的 2021年的1月去抓人 那現在呢 他們這班人裏面 有些人 就得到呢 是保釋 是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但是不能離開香港啦 大部分都要坐牢 坐足3年 但是這8個人呢 全程沒有被起訴 所以呢 他們是 我認為是逍遙法外 那這8個人呢 分別就是 陶謹申 鄺俊宇 劉凱文 劉凱文 劉凱文不認識啊 袁偉傑我都不認識 關尚義呢 是一個呢 西人的律師來的 啊 這些呢 看來呢 肥佬黎一些呢 重要的智囊來的啊 所以呢 特區政府沒有觸碰他 但是我覺得應該 要處理的啊 這些都是重要的漢奸來的 跟著安德里 李國倫 還有李之庸 啊 李國倫呢 那裏呢 那裏呢 現在呢 47人裏面呢 有4個呢 是前立法會議員 但是呢 這8個人沒有被起訴的裏面呢 有3個都是前立法會議員 就是陶謹申 鄺俊宇呢 還有李國倫 那這些都是香港 重要的 漢奸 就是這些人呢 是敗為我們的議會 領導黑暴 在香港裏面呢 搞亂香港的實惡不赦的罪犯來的 就是在我的角度啊 在法律角度來講 當然啦 法庭還沒判他 刑事上有罪 還沒說一句guilty的時候 那他不是罪犯啊 但是我們作為一個KOL 我們觀察香港政治啊 這麼多年啊 我2015年在這裏開台啦 我由黃變做正常啦 2018年 黑暴的時候 大力去批評這些 這麼糟糕啊 這麼糟糕啊 這8個人 起碼有3個前立法會議員 是極端惡劣的 李國倫啊 鄺俊宇啊 陶謹申啊 甚至說李國倫可以說 在這個 疫症爆發初期 他甚至我都 他應該是有參與呢 支持呢 那些醫護去罷工啊 2020年好像2月頭 不是好像呢 是呢 是那些黑 黑醫護在那裡罷工 說要香港一定要接著高鐵 要和大陸封關 但是 這些 純衛政治呢 在香港搞 醫護罷工呢 是一個香港的首例 是十分之惡劣的 李國倫這些人 有什麼參與呢 現在呢 我們聽到呢 鄧炳強呢 在5月30日裡面 接受記者訪問 他說這8個人呢 是未被起訴的 不代表將來不起訴 他們8個人呢 是被調查中 是可以起訴 是這樣的話呢 我就希望香港政府呢 就盡快起訴這8個人 那陶謹申呢 按我理解呢 都是一個元老級的漢奸 就是說呢 1989年呢 就發生了六四事件 那時候二十幾歲的陶謹申呢 就已經被捧成立法會議員 這個混蛋呢 都算是民主派的元老啊 陶謹申 其實他 是在香港裡面呢 是一個資深的漢奸議員 就是美國間諜 代表西方勢力呢 是破壞議會運作的一個元老級的間諜漢奸 陶謹申的樣子 那樣子 湯俊宇啊 又說呢 什麼 又低能兒童又成的啊 但是喜歡寫垃圾小說啊 那又不知為什麼 又說叫他抗神啊 啊 李國倫呢 就歪口腦 啊 什麼都好 這三個前立法會議員 是應該要 要真是呢 追打的 我希望鄧炳強你呢 盡快拘捕他們啦 那其實就 按照那個案情啦 大家要講講的 其實不複雜 因為呢 他 國安法寫明呢 如果你是 做一些非法行為 去破壞香港政府機構的運作呢 就已經觸犯國安法啦 就是這個顛覆國家政權罪啦 那你要令到香港特區政府裏面的結構就是司法 啊 立法 司法 和行政啊 三個結構裏面 其中一個東西 你搞到它癱瘓 那都是顛覆政權 那因為 喂 這個政權是包括立法的機構的嘛 那他們這幫混蛋呢 講到明了 就是我選立法會議員 目的 就是要 令到香港政府呢 癱瘓 那這些呢 那意圖是 很直接的 就是不用太證明他們 有個意圖要顛覆國家政權 因為他們講到明的 那當然啦 有些人就 殺賴啊 各樣東西啦 又說 欸我簽了而已 人家逼我的 什麼什麼什麼 那樣 喏 總之 那些 他們在Facebook上 或者在論壇上 親口說 說我一定會 啊 就入到議會 就要 否決所有政府提出的議案 令到立法會癱瘓 那你親口這樣講了 你要這樣做 變成你的選舉承諾 那不管你是人家逼你 還是什麼事情都好 你把口這樣講過呢 你就中 那現在按按理解呢 為什麼這兩條犯鏟頭呢 沒有事呢 劉偉聰呢 就是一個律師來的 是在論壇 按我理解呢 就應該在這個論壇上呢 側側博就沒有提過 沒有 親口提過呢 要呢 是無差別去否決呢 政府的所有的議案 令到呢 政府提出的預算案 甚至都被否決 他親口也沒有把口這樣講 跟著呢 他在Facebook上呢 又沒有刊類似的 貼文 跟著呢 他只是呢 人家就說 人家就說 抱著他 譬如說舉例整班人 就說我們一起參加初選 說劉偉聰是我們一員 劉偉聰呢 就沒有否認是他們一員 那所以呢 法庭就說呢 疑點利益歸於被告 他又沒有否認而已 但他又沒有親口說 他要 否決財政院選案 真的要顛覆國家政權 所以呢 就被他甩了罪 這樣說呢 他只是夠狡猾 因為他是律師 知道呢 就是不親口說呢 就有好處 人家說 人家跟著我一起 啊 那 那 他說我有份 我不否認 但如果他們沒事呢 他的政治投機就會贏 但是他們有事的話呢 他就說我沒有說過的 不關我的事啊 這樣 那現在呢 他的 他的鼓劃呢 令到他呢 是逃出新天 那我現在的律政司呢 就說要上訴 我不知道劉偉聰這種 不否認的行為 會不會最後都告得入啊 我們觀望將來的結果啦 但是劉偉聰是 鼓滑到震 即很明顯他黏著這群 搞暴動 說要癱瘓政府的人 是 他黏著他們 就是希望賺取政治利益啦 那他其實就大量都會看這些的黃絲啊 暴徒去打官司啦 賺取經濟利益啦 這個是徹底的一個陷家產 但是在技術上 他又夠困惑 避開了 那就可以這麼說 我就覺得法庭呢 判他無罪呢 就不是法庭有問題 而是他的確就是很有技術地夠困惑 所以我不會罵法庭的這件事情來講 法庭就講到明了 非法手段就是你 不會只是暴力 你在議會上 無差別去濫用你的議員的權力 你 因為你做議員 你要宣誓效忠特區政府 但是你要無差別去 否決特區政府的所有議案 其實就是你口說 要效忠特區政府 實際上你是以行為 去背誓 所以呢 你這種行為 背誓已經是一種非法行為了 你說了效忠特區政府嘛 你否決的議案 純是因為 議案不行你才否決 就不是應該 不是應該就是你無差別 亂否決的嘛 你不是亂否決 是為了你一些 顛覆 特區政府 背後的目的 去否決 政府所有議案 就成為一個非法的行為 封鎖 你不忠於特區政府 你本來是效忠 你宣誓效忠特區政府 但是你的行為是 沒有效忠特區政府 那所以 否決 無差別 否決 這個 特區政府所有的議案 就成為一個非法的行為 雖然 基本法是 賦予議員 可以否決 財政預算案 但是這個 你的動機是因為 特區政府 有一些 錯誤的行為 導致於你去否決 那你就可以否決了 你正常運用你的議員權力而已 但是不是 你背後有一個動機 就是要癱瘓特區政府的運作 而且公開宣示 寫到明 那當然這幫混蛋就值得去坐牢 不過劉偉聰厲害而已 是吧 懂得技術性地去避開 是吧 但是其實這個是十惡不赦的 死政貴混蛋來的 另外呢 李宇信 原來呢 就說 他沒有在Facebook上登任何東西 也都沒有口頭上呢 支持 任何的這些 無差別否決的 特區政府所有的議決 他純是公民黨的其中一個黨員 但因為公民黨裡面呢 可能我估計呢 就是通過了國安法之後 有人肅殺 那麼呢 他那個人呢 按摩摩 就應該被公民黨的高層呢 就夾他 上橋 就要去參選 那麼他被動地被人夾了上橋之後呢 所以牽涉了這宗案 就參加了初選 那麼呢 看來呢 李宇信呢 就應該是被楊岳橋這班 契弟呢 逼他上橋呢 所以呢 他 可以說呢 入錯黨了 以為痴啊 楊岳橋有好處 現在就 野上官非搞了這麼多年 現在沒事呢 那某個程度上 法庭那個判決呢 我認為應該是沒問題的了 就是兩件事呢 我覺得呢 都應該法庭放生去 那兩個呢 就應該是沒問題的 另外45個判得入呢 我覺得真的很值得欣喜 不過呢 我希望 我仍然重複說 我希望那八個 沒有被起訴的人 全部 我覺得都應該 要拘捕他們 但是當然呢 這八個人會不會 已經 但是他應該呢 他們八個人可能都會 被香港政府收了呢 因為國安法有些特別的條款 所以呢 他們可能都是被人收了旅行證件 應該八條仆街還在香港的 希望呢 特區政府盡快拘捕他們 我覺得他們八個 應該陪另外那四十五個手足呢 一起坐牢 這樣才彰顯司法公義 說成這樣先